要數香港實力派男演員 一定不少得大叔吳鎮宇 演戲已經到了登峰操極境界 公認為一個 幾度得到影帝榮譽 入行三十多年的鎮宇哥 跟很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樣 住過公屋、捱過苦 當時香港政府最偉大 發明是東南西北座 東南西北角有20層 大家都通通的 每一層有20戶 當年他憑著獅子山精神 努力拼搏,捱出頭來 圖書館借書回來看 你會發覺對你的人生好像很有影響 過著屋邨是這樣 為何會突然走到圖書館 享受不去打架 他… 大聲講,我是吳鎮宇 財子,你博學多才 你相信人生如氣全靠演技嗎 當然了,對吧 演技是一個演員的靈魂 亦是明星、星星和演員之間 本質的分別 我們今天的嘉賓 演戲已經到了登峰操極境界 公認為一個 幾度得到影帝榮譽 然後早就代表香港衝出了 香港的小島的吳鎮宇 你好 鎮宇,你屋邨大 對,但在你過去的童年時代 是否你的記憶仍然猶新 力久常新 我告訴你,童年時代很奇怪 因為我們不是住在橫頭陷 那些七層大廈 中秋節鬥蠟燭,一直點著 很漂亮,七層大廈 在外面點滿蠟燭 我們是一個當時香港政府 最偉大的發明是東南西北座 東南西北各有20層 大家都通的 每一層有20戶 你想想,還有中座 可以通的可以走來走去 在黃大廈 但我住在北座 對著和尚廟和師姑庵 對著色息園 最後令我五歲就去歸醫 因為我以為去年去青衣,今年去歸醫 我就覺得隨便吧 但很像世界的 他比基督教可愛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基督教 派糖、派麵包 牛奶 為甚麼佛教 你給毛錢還一元和橙 這個… 這是現金 行,我喜歡 現金我們有多可有 問媽媽拿五毛錢,然後換一元 對,基督教也是派糖給你 雖然比較黑 但歸醫做了 對,那一段 好像是排隊拿牛奶 對… 我們每天看著獅子山 真的是獅子山下的 是來獅子山最接近的一個屋邨 在你眼中,甚麼是獅子山精神 經常聽到大家說 你會說的嗎 沒事的 窮得開心 有去過啟德遊樂場嗎 當然有了 怎麼不付錢… 這麼近 怎麼不付錢 就是要拿三尾 拿三尾就這樣來了 不認識那個人就… 因為你拿三尾進去 你已經沒錢買票 基本上玩不到 沒得玩 我們會進去電影院 或免費的東西看 我記得我玩過最危險 最刺激的過山車 不是在拉斯維加斯 而是在荔園 因為有鐵子 你放下的時候 你突然保護你一個… 是會死的 很危險,真的會死的 這些是香港精神 是會死的 為甚麼 為甚麼 是獅子山最遠 因為當時 是啟德遊樂場、荔園遊 把幾個小朋友扔出去 不會有頭條 不會有議員在立法會追問 不會有局長被招揮 是 天生天養 你死你事 這就叫獅子山下精神 是嗎 對,魚蘭節最開心的錢收拾 殺一毫豆嶺 魚蘭節到處是錢 別人不收拾,我們這些都… 我原來只是殺溪錢 真的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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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賺的,真的有錢 我以為有錢的錢是扔龜的錢 然後我們最喜歡小番館戲隊 來掃街,小番館不斷推開 彈子不斷推開 你那時候有收拾過嗎 當然有 當然 你小時候在那些地方 還有沒有那時候的小朋友 街童遊戲扔仙嗎 有,射在一個… 坑垂蓋、射波子 對 對,你不用看,坑垂蓋 對,當然射波子,射贏了 可以讀波子是你的 對,怕公仔子 其實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聽別人說 德國是不批准小朋友 提前入學,太快學習 所有的東西是自己創造 自己幻想 公仔子,你幻想甚麼 所有東西都是在練習所有的東西 我想沒有人教你 如何去打算贏或一輸 我想…玩 當時的幼稚園教育就是這樣 德國的理論就是 要讓小朋友進入成人世界 灌輸知識之前 儘量留在外面 用他的純真 跟上帝的溝通繼續延長 延長到他真的要進去 其實德國的哲學就是… 一位小朋友接受教育 那天開始 第一天就是學壞的 因為人為的知識 除了教你認識世界 也教你思考 思考包括算計 算計包括認識一些惡人 以及人性的陰暗面 對 所以不讓小朋友… 包括在幼稚園中 打了一個故事書 叫做狼外婆 原來外婆可以是狼 那就不要了 不如令小朋友眼中 甚麼都美好 這段純真的時期 越長越好 其實是的 因為你覺得 即使沒有比較 去學校就被人比較 不知道為甚麼 有些老師也會稱讚一些 又會說你這樣出錯 沒錯 那個環境已經有人性的陰暗面 一個小朋友,他六、七歲 進去後可能我只是遲起步 可能我的才華像鎮宇哥那樣 未必是看不出來 在今晚拍攝時才能站上桌 我前面沒有人出來 但你前面未曾發掘的時候 有一個先生在他的眼神 判了死刑 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未必有死刑 而是歧視 那你六、七歲的小孩怎麼辦 我發覺英文不好 因為我很努力去學 但因為我們廣東話都是甚麼 那句話是… 即使餐廳 我都說不懂,永遠說不懂 然後他整群… 你說一次,整群笑的先生說 你是不是來搞笑的 我心想說我很努力去說這句話 我很喜歡英文 但以後就有陰影 可能看見我已經不順眼 所以吳振宇的成功 即是香港教育的失敗 失敗 因為他又喜歡看書 幾十年來的小說、哲學、電影理論 這個小孩的小孩不是不喜歡讀書 他是跟書本有緣 誰知道在小學時 被這些老師教學的教學方式 將他打載… 不可以說是18層地獄 即將他打載三級片 其實電影圈裡有很多這些人 導演、演員 他們初讀書時,我不是不行 不過我自小的時候 我這種性格是激情、想像、敏感 我不是馬上被你打載書本的制度 日後我會進入書本制度 不過是因為你不能跟他相互 即是那個對白和畫面合不來 於是被人打出局 慘了 但現在那些小孩子上學 你問周星馳小時候是這樣嗎 這麼短促的時間… 一定是閱讀障礙 周星馳那些,對嗎 十年級就一定踢出校 他的表達能力比我更弱 簡直是表達不到 你知道原來我們做了一位同學 這間學校出名到 後來要把校服換掉 怕人認得,叫聖馬利奧 是粉紅色的,藍色的褲子 是粉紅色的 名校,聖馬利奧 你知道那些在廟街旁邊 在廟街開檔的子女 在我們這裡讀 還有聖馬利奧提出自己做校服 甚麼服飾都有,真的很厲害 我想當年聖馬利奧 去到讀這間學校也… 也不少了,是Band Five之罪 所以不要在小時候 把小孩子打尋他 不是,你別說… 你說有多少百萬人才有個文鎮語 當時這些叫Wall Ben Five 是這些師校,天台學校 威靈頓、利馬豆 姓魯奇、姓馬利奧 他是教出來的那種人 你說你不語心 這叫陪新書院兼利馬豆 別隔離博穩,就是Beyond 幾個姐姐 我們放學的活動是甚麼 我們就把校章撕掉 是 去捉館 對,對 很棒 賺錢給他一個最懂得打飯的人 為甚麼 在捉館我還要教授 5時多、6時,又要吃飯 因為我們… 我又回下午,傳了下午 還要玩一晚,吃飯 因為捉館一坐下就… 我已經在捉館會唸的規矩 然後可以吃飯,贏就贏,輸就輸 都是給同學走 多數是交錢給他打 很難得 你分時是在讀中學 在讀中學,要不是… 為甚麼打竹館牌是挺有趣的 香港是合法的 在你那裡的區 黃大仙鑽石山,九龍城,九龍城寨 對,九龍城寨 中頭村,橫頭坑 還有我小時候住的慈雲山 我們很懂得知道地盤理論 因為有時候有些朋友都頑皮 到那裡生事後 我們第一次進城寨 因為東頭村的人不敢追我們進城寨 你也知道… 還有我做過搬運公司 我知道… 怎麼搞的 九樓以上香港正面應該有升降機 然後就說 城寨是不受香港政府規條歸限 這個叫三不官 所以13樓都沒有升降機 揹著雪櫃就想做搬運公司 那些都搬到街上才跟你說假 那些暑期工 你也是做這些事 我原來那時候已經有了 有 你還做過甚麼工作 我都不知道溫沙大廈有份作用 我們甚麼都去… 你說真的嗎 去做標學 有爸爸每年都選擇一份不同的暑期工 甚麼暑期工去做一次都好玩 他那種跟周潤發比較不同 周潤發那種幾十年都是基層 不過始終有一堆南丫島浸過鹹水 他那種,說句話比較直接 是屎水浸大 好嗎 你以為旺角味就在裡面 面對鏡頭和拿著筆 杜生是兩個人 問題不是他平時寫某些文章 那麼刀刀的見面 吳鎮宇先生,我第一次見面 我覺得非常投機 他這麼多年看的書 不只是一連串的書名 他看的書有融會貫通,有思考 我覺得他是一個香港的九龍皇帝 真正造財以來 是最實至名歸的香港之弟 鎮宇,大家在香港發展史的記憶裡 是一個很重要的章節 是 你還記得當天加入演藝圈 那隻腳踏入第一步 當晚那是甚麼信念 當時想追求甚麼夢想 還記得那一晚嗎 意思是甚麼?考了訓練班 對 我終於沒有學歷 沒有任何東西 又不想做勞動 終於達成願望 一個可以站在這裡沒有任何經驗的事 因為我覺得演戲的工作 是誰都能做到的 我覺得不需要你考上辦公室 也要問你拿到多少程度 當然他需要 不需要,又不需要太多入職甚麼甚麼 我覺得又不需要朝九晚五 即是天賦 誰知道變成0726 沒有公眾假期 還是另一種勞動 沒有紅日 一個不需要努力的行業 這句話一定要到他過了50歲 有這個境界 才有資格說 所以剛才那句話… 而且是他 很多人過了50歲 都沒有資格說 是一個不需要努力的行業 我這個監製要打斷… 即是要奉奉影視處…甚麼語言 要接受家長指引 否則是ViuTV教育 不需要努力,我們可以努力做 只要…你想想 我那時流行金融 你拍攝到金融這兩個字的電視劇 也會紅了 你也… 以天道路基 對,你也會有機會 做張翠山 為甚麼有普羅大眾一體吳鎮宇 現在看到你成功,大家很開心 但他們也會加上一段說話 他以前真的慘了 他以前真的不值得 經常被人遺忘了他,遺棄了你 你有這種感覺嗎 還是這段經歷 是你的陰影嗎 紅寶寶的感覺 沒有 你被人遺忘了,你該死的 那一堆大家一起跑出的時候 總是欠了半步 不是吳鎮宇嗎 原來是別人有計劃,我沒有計劃 我跟劉青… 也是劉青雲要找我玩的 我也不喜歡交朋友的人 然後慘得要跟下一期 陶大禹、吳啟華、Bobby 也不跟我玩 連那些人都已經可以當主角 想慘了 他們已經在談劇本怎麼演 我看那副啤牌,已經沒有人跟我玩 但問題是你… 就想… 糟了,為何沒有人不找自己 這樣,連劉青雲這樣也有機會… 他會… 你有跟他說過嗎 他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怨是怨,為何他… 令我有埋怨 因為他的樣子也這麼… 不過真的很邪惡 你以為有位電視播出身性 是飽受挫折的 吳孟達、吳啟華、吳鎮宇 對嗎 但不是的 因為你最後… 我覺得… 當然… 我們對我們的母校 也會有一些意見 但他有一件特別的事 所以你年輕人要注意 雖然他可能給你的月薪 你會覺得… 甚麼?只是這樣嗎 但你始終有機會當主角 別人在其他地方是付錢的 現在你是瘦身當主角 我跟有些內地演員… 他們畢業後就很害怕 我說有甚麼害怕 我們不用害怕 他說當然,因為你們簽約 他們還要敲門劇,找工作 我們可以無緣無故 你又會做配角 我無緣無故配角後沒有人 就嘗試去做主角 因為開很多圖 你便做了主角 你生性性 起碼保持不同的主角 仍然乘搭巴士的主角 你在等待那個階段 你不會太懂得思考 是嗎 因為看書 因為每一件事 你都可以從書本裡自學 因為我覺得書本 有他的老土的地方 也有他的用處 因為他老土的… 學校的書 我經常說幾十年前寫 或者十多年前都是一個舊的東西 但有些東西是可以… 看了一些舊的東西 才慢慢可以自己發揮 演技有書看的 鄭君寫了演技六港 白羊也寫了演技甚麼… 那些演技… 是否是演技36招 所有中文的演技書 我家裡仍然保留 最多 最後是斯坦尼拉布斯基 最後找了一個尊重表演技術 我覺得是最好的… 我看過教演戲的一本書 他母校的舊同學 說當時青年時期的吳鎮宇 其實和大家很疏離 甚至乎有人形容你古怪 即是孤獨,是嗎 那些階段還未起飛鎧 其實…不是 因為這個…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都是錯的 當你是對的時 你就變成一個比較孤獨的 這個金句衣服 我發覺真的不錯 就是這樣 剛才金句二就是遺忘 即是你活該 對,你活該自己活該 我孤獨,因為我活該 這個世界有運氣 對,這樣就對了 如果你最後大學懂得運氣的時間 那你… 這個大學才懂 小時候你不知道 你小時候一定會軟體 我也不知道別人是靠運氣的 你要問吳鎮宇 你當時那麼喜歡看書 那麼好奇 為甚麼 香港教育制度 如果擺放得更好 你可能當了律師、醫生、教師 是否社會的錯 你的成功是否就是教育制度的失敗 我不知道… 其實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我問我的斑,我們讀完豬 我們有多少可以用斑 橙的斑,這個斑可以小一點 是否應該便宜一點 或者你的斑不夠圓 我不明白斑是用來做甚麼 我不會斑就糟了,我不合格 其實我的數學挺好的 但我總是不明白斑 你要去思考那些事 因為存在意義 你整體讀書成績好嗎 我能夠聽的,我應該也不用溫 但因為我們讀Bang5 越來越去後面前面的人 不斷吵我,我又聽不到 連作者生平都可以作出來 都是那幾個 我不知道 其實很多科目是沒有幫助的 反而去圖書館借書回來看 你會發覺對你的人生好像很有影響 你會找到自己一句 每一本書都找到一句 有時候你看到那天 但你不會在教科書裡… 變成後來幾天都是自學 是… 既然這個制度、社會令你失望 那你就不要隨著它沉 一直要找自己的路和進貨 其實也不是香港人 是人也要自己去幫助自己 其實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天生 你生下來是… 我不知道,因為宗教思想的問題 還有一點是… 我小時候已經成為佛教徒 有很多事情你會覺得是… 一個… 你不是說注定… 他會有機會做這些事情 只是我不清楚到時有甚麼控制 過著屋邨,為何會突然走到圖書館 享受不去打架 他真的是一個香港人 真的… 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引以為榮,名副其實的影帝 是 叫平民影帝 好,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很懷念聽海琪一直播放歌 在歌曲 在音樂前說完他那些… 控制時間和扭程仍然出色 其實我跟鎮宇認識了很多年 我們都是一些不滿的人都會說出來 我真的很喜歡他 他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 凡事不能看表面 鎮宇做人不能這麼虛偽 鎮宇就不是了 好,謝謝